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问题应该由科普作家来回答 因为他是国业授权的主管部门 责任重大 人家是政管 你什么事你得问政管 对不对 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最新有个说法 不是全世界都打疫苗吗 以色列打得最好啊 美国现在说完成了一个亿了 中国的疫苗什么时候达到什么程度 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我们中国 这个群体免疫的效果 高福说希望在2022年初 注意啊 2022年初啊 达成群体免疫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么说 他说希望2022年初吧 也希望甚至是2021年年底 中国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 70到80的新冠疫苗的接种率 基本实现群体免疫 关于大家反复追问 你说打多少疫苗管用啊 那高福认为 这取决于病毒本身的特性啊 我们现在根据新冠病毒的 基本传播指数啊 推测是70%到80% 那就拐用 疫苗的接种是个相当复杂的 综合的过程 大家都努力 我希望说明年年初是说错了 我们希望今年年底就能实现 他说我希望这句话本身也是 希望推进加快这个过程 疾控中心主任啊 说今年年底 希望今年年底啊 支持明年年初实现基本群体免疫 关于高福的话呀 我这个我再笨我也听明白了 高福作为我们国家的顶级专家 作为中国疫苗的研制者之一 他的话咱得听啊 他的意思简单来说 我看了看好长 大概可以概括出几条 第一条就是特朗普跟做法的大师一样 特朗普不是说吗 他会神奇消失 他会神奇消失 他的小儿子 俩人长去班的小艾利克 也说他爸说了 新冠病毒会神奇消失 结果呢 这个跟做法的大师一样 莫名其妙的 寄希望于新冠病毒啊 离奇消失 让美国人民吃尽了苦头 五十几万条生命没了 但高福说 新冠病毒走到今天 没有证据表明他将消失 特朗普高福你姓谁 我姓高福 高福说 新冠病毒走到今天 没有证据表明他将消失 很可能将和人类共存 第二条 高福说 新冠病毒可能像流感病毒一样 共存的方式 是像流感病毒和人类共存一样 而且会出现新的变种 长时间的和人类周旋下去 它是新冠病毒 是第七种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 天上飞的地下 跑的水里游的 到处都是冠状病毒 这个冠状病毒基因重组 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因此 冠状病毒 新病毒出现 这可能会是一种常态 第三条 高福说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新冠病毒不断出现 随时来检查人类的 你的防御工作做的怎么样 病毒与人类的关系 他打个比方说 就像猫鼠大战 猫鼠游戏 此消而彼长 第四条 高福说 现在公认的 唯一有效的压制新冠病毒的方法 就是疫苗 我们要狭歇疫苗 山西人 相信疫苗 我们要依靠疫苗 依靠疫苗 我们要研制更多的更好的疫苗 中国的疫苗不错的 第五条 疫苗外交 疫苗政治 这东西不可取 全球应该共享疫苗数据 如果不共享数据 不能守护人类健康的家园 若世界不共享疫苗 病毒将共享世界 这句话 媒体怎么把它拎出来 单做文章 如果世界不共享疫苗 病毒将共享世界 这高福金句说得多好 但是我们看到的世界上 由于贫富差距 由于政治阻隔 由于意识形态作祟 由于冷战思维在导论 所以全世界共享疫苗 现在做不到 非洲穷没有疫苗 某些国家很穷 没有能力 没有疫苗 日本 日本也没有疫苗 日本也没有疫苗 这事有点奇怪 日本没疫苗怎么办 日本的妇人 偷偷摸摸的 然后 偷偷摸摸的 瓦里瓦拉的 到香港去偷着打疫苗 妇人呢 偷偷摸摸的 跪跪碎碎的 然后 跑到沙特阿拉伯 去打疫苗 打什么疫苗 都是打中国疫苗 到香港 到沙特 都是打中国疫苗 那 你现在 这种政治阻隔 所带来的危害 非常之大 高富博士 我注意到 他不怎么谈 这个政治方面的话题 他只谈自己的专业问题 而且 他讲的 靠谱 最近 高富先生 在 就3月20号 刚刚 前天 中国发展高峰论坛 2021年会上面 有一个全球的公共卫生分会 他呢 去专门讲了一些话 今天我们压制疫苗啊 就压制这个压制疫苗 压制新冠病毒 只能靠疫苗 人类过去 用疫苗把天花消灭了 现在我们要疫苗 把这个新冠病毒消灭掉 要相信疫苗 要全球共享 高富说 全球现在关注 人类健康的核心问题 包括大量的群体健康事件 人口老龄化问题 城市化进程问题 传染病问题 非传染病问题 还有公共管理问题 这些呢 都是人类健康的核心问题 全球必须学会和平共住 解决全球的这些平均问题 因为你现在不公平啊 你没有做不到共享数据啊 所以这事太重要了 他说他管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管什么 上管天下管地 中间管空气 病毒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角落 任何一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公共卫生事件 高富说病毒没有国籍 病毒没有护照 病毒说走就走 所以维护公共安全 是大家共同的事情 说的多好 我发现高富也很会举例子 也很生动活泼 病毒没护照 没护及 想去哪就去哪 抬腿就走 他说公共卫生讲的是群体 而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 不是不关注个体 而是更关注群体 除了关注流行病 我们还在应付信息流行病 后面网络的治理体系 也需要全球 全球一起来做 基于这个想法 他说 我负责的中国疾控中心 已经走向了世界 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我在这儿 我想说一个背景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跟大家 大家沟通一下 您可以尽管批评我 去年的一段时间 我印象很深 高富遭到了某些舆论的 负面评价 或者说恶意的诋毁 人身攻击 很赤裸裸的 如果说网络上 因为听到了一些东西 然后有些人呢 在里边喜欢说一些 故作惊人之语的话 还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有名有姓的 有身份的人 连篇磊读 身闻周纳 就是要黑掉高富 一个平时 不怎么见他写文章的人 突然间连篇磊读 甚至把高富的表现 精确到小时来 把他当把子打 把高富当把子打 我这个人不懂技术 在这方面确少常识 既不懂医学 也不懂科研 外语也不通 我当然不了解 这里面有什么内幕 高富到底有什么事 只是觉得这种现象 从网络传播舆论的角度来说 有点奇怪 你说高富有事 你把证据拿出来就完了 写那么多文章 全都是影射 带着弯在里面 绕来绕去 高富他回应这事情的方法 很简单 就是以他的出色的科研成就 和中国疾控中心的工作 回应这一切 把这一类的舆论当作蜘蛛网一样 磨来磨去 高富真忙 他哪有时间回应这些问题 对吧 没有时间 但是有些问题 放到眼前 高富院士 你回答这个问题 他也在回答 比如说西安确诊 确诊病例 接种疫苗 确诊病例 接种疫苗 然后呢 仍然感染 这这到底怎么看呀 这种事 高富回答 他说呀 有三种可能 三种可能 第一种呢 是打了疫苗之后 体内产生了抗体 但病毒感染在呼吸道 体内抗体可能对呼吸道感染 不那么好 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 少数人由于新冠疫苗 接种不反应者 由于新冠疫苗 刚刚开始接种 不反应人群 占比 现在还没有统计出来 知道吧 你是接种了 但是不反应 第三种可能呢 是打了两针灭活疫苗 我们的灭活疫苗 抗体低度不够 那怎么办 那就再打第三针 高富说 不能因为个案的否定全盘 要抓紧对个案进行研究 疫苗保护的是群体 个案出现的科学问题 要用专业的科学态度去解决 高富没有批评 媒体也没有批评 某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极端的态度 他是说 个案出现的问题 要用专业的科学态度去解决 今天跟各位说说高富的事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如果说的不对 欢迎您批评指正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